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之情人 第十九集,你真不喜欢他 知道今夏晚上要和路多吃饭 李思佳忐忑不安地拽着他,反复强调要跟他一起去 磨不过,今夏只得带着李思佳一起出席 有了办公室里今夏的那番叮嘱提醒 晚上吃饭的时候,李思佳格外地客气 他完完全全地把路多当成合作方 客套疏离的分寸,拿捏得稍微有一点点过了头 今夏也懒得理会,由着李思佳的性子让他自己发挥 路多只是略感诧异,也没太当作一回事 和今夏闲聊之余,不时差几句工作 不过分地休闲,但也没有完全把晚餐当作工作会议 今夏眼尾的余光扫一眼路多 他这熟练的样子,倒的确是打了蓝总的旗号 来和他共进这顿商务晚餐的 晚饭没有喝酒,也没有什么太沉重的话题 轻松融洽的 倒当真只是朋友小句 可李思佳的心就是提着放不下来 总担心自己一时的错误会给今夏添了麻烦 就不麻烦陆助理送金总回家了 我自己开车送他就行 李思佳拦住路多的动作 没打算让他和今夏私下里再有接触 路多挣了一下 舌尖抵着后槽牙笑得有些无语 早知道会这么麻烦 刚刚应该让他俩喝点酒 沾了酒,他就不能送他回家了 行,那你们路上慢点 金总,晚安 路多亲自拉开车门送金夏和李思佳上车 俯身隔了车窗和他道别 一路的霓虹,晃得惊吓有些眼韵 他闭着眼睛,已靠在车门上 撑着额头无声的笑了 李思佳其实也没什么太深的心思 他当初选择他做助理 有一半的原因是 他在公司时常被人无形的欺负 小姑娘出入职场没什么心机 莫名地替人加了班 工作成果和奖金却是别人的 到最后若是项目上出了什么问题 出来背锅的人又是他 惊吓最是仗义 也需要这样一个可爱又忠诚的小助理 自然地就挑了他 可是现在 他觉得李思佳有点可爱地过了头 路多这么一个看似温顺 但骨子里桀骜的男人 准又憋着招等着要收拾他 只是最近他好像有一点忙 已经有一阵子没主动来找过他了 难得这么个晚餐的时间可以独处一会儿 还被李思佳这个没什么心机的小姑娘 给破坏掉了 懒得去想路多 今下又拉回思绪 思佳和路多别这么生分 你和他之间 不仅仅只是他能套你的话 你也可以试着套他的话 摸清他的行踪 我们也可以主动一点 夏姐 你的意思是 李思佳扶着方向盘的手指紧了紧 猛地反应过来 惊吓的意思 以往他忽略了路多的身份 单纯只是被他漂亮的外表所迷惑 主动地抱上自家老板的喜好和行踪 去掉滤镜之后 他只是他们合作公司的伙伴 这样一想 这层关系就简单多了 想通了 心情自然也就不预结着了 李思佳咧咧嘴角 心里想要八卦的小九九又立刻浮上来 夏姐 你对那个陆助理真没意思啊 长得好看的小男生而已 咱们公司又不是没有 咦 那你是看上 咱们公司的哪个好看的小男生了 李思佳特地咬中了好看两个字 脑海里开始迅速八卦着 公司里那些比今夏年纪小的男同事们 可是搜罗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一个比路多更好看的 而且今夏说过 兔子不吃窝边草 无论是公司同事或是同事的朋友圈子 今夏都会尽量保持距离 这么算想下来 他喜欢哪位小同事的可能性不太大 那哼 李思佳还没想出个所以然 车子一阵剧烈地碰撞之后 被迫地停下来 糟了 出车祸了